政論局沒有在討論這個 他們的軍官來到這邊 如果這塊土地 是中國的 美國絕對不敢飛過來 大大趴趴飛下來 還停兩三天 跟各位介紹一下 明航機在發生事故的時候 他要迫降 機場一定隨時讓他迫降 這個是人道救援 但這個是戰鬥機 我不可能讓你人道救援 除非我跟你有同盟 軍事同盟 我才會讓你下來 如果你像這個緊急的話 下落就下落 那是你的事不關我的事 他下來的時候 他不選屏東 他不選高雄 他選台南 如果你迫降還要選機場嗎 不用啊 我就叫他下落 快點讓我下來 這樣 然後一下來的時候 我媚希他是空軍軍官 我們有問他 他說對啊 台灣的軍方全部不得靠近 我讓你下來我還不能靠近 美軍劃定範圍 這個地方全部不能靠近 那不是很明顯嗎 這是美國說的算 然後AIT AIT就是美國在台協會 他那天馬上就衝過去 接管 台灣軍方不得靠近 那軍事耶 這我的地方給你聽 我還要留你喔 還要你自己自訂範圍喔 所以很明顯 這個跟中國 中國來講 一天到晚講他的他的他的 他沒有一台飛機敢飛過來 不相信你叫他去吃飛看看 然後叫他說 迫降 他連來都不敢來 保證不敢來 這樣各位 可以 比較清楚一點了嗎 這屬於新聞上的 包括一些我們台灣發生的一些事情 跟各位報告 日暑美 我們現在台灣的地位叫日暑美戰 剛剛我們去日本皇宮 就屬日本天皇的臣民 所以郝伯春跟連戰他不是講嗎 日本皇民 柯文哲有沒有 阿彤雄不得不得 蹦出這句話 日本皇民 有沒有 我們全部都還是日本皇民 日本臣民 你們去 你們可以去 像我們不是申請那個 身份證嗎 團民身份的身份證嗎 你們全部要追蹤到 阿公阿嬤的 日治時代 中國當時流亡過來的二代 中國人當時流亡來台灣的 沒有喔 他們沒有這一份 我們的是手抄本 有沒有 你們申請過都知道 一定要手抄本 日本時代留下 他有名字 大政或昭和的 證明 當時他在這邊 這塊土地是他的 因為他有實施日本憲法 當時有下招書 實施日本的憲法 你像中華民國到現在 你們可以上網查 到現在他的憲法裡面 沒有包括台灣澎湖 他還包括哪裡 各位猜 他還包括哪裡 中國各省份 廣東啦 雲南啦 他還包括那些 他的憲法還包括那些 還沒有包括台灣澎湖 這兩塊喔 所以他的憲法 根本就不能實施在台灣 日本憲法 他實施憲法在台灣的時候 代表這塊土地就是他的 我要施行我的憲法 像美國憲法 他實施在美國的土地上 中華民國到現在 沒有 他的憲法裡面 不包含台灣澎湖 他包含福建省 所以你們可以回去 如果可以開個玩笑 跟那些信中華民國人講 中華民國要合法可以啊 你可以建議他一個很好的方法 保證可以合法 回去中國 跟阿公啊 現在還回去 他就成為真正的 中國的那個合法政府 因為他流亡嘛 各位知道嗎 他流亡已經出來了 如果他要合法 他必須離開台灣再回去中國 你想中國有可能給他回去 當時國公內戰 我就想要把你賣掉 你現在給我給你回來 所以他們 現在在平坦 建設 平坦各位有沒有去過 平坦 現在不是很夯嗎 大家要去平坦嗎 台中島過去對不對 台中過去那個平坦 不是不是 他在那個 好像台灣的左上方那邊 平坦島 他很特別 三四年前那時候 ECFA簽完的時候 他就開始動工了 講到ECFA ECFA一簽完那天 隔天 美國的海軍軍艦就進入來台灣的左銀港 你們有沒有知道這個新聞 TVBS有報 他一簽完隔天就來了 一簽完ECFA 第二天就開進來 ECFA簽完代表什麼 國共和解 經濟合作嘛 以前是 敵隊 我們現在簽合約嘛 要經濟合作 那不是已經 達成共識了嗎 朋友啊 是這種意思 所以美國第二天就把他的軍艦開進來 再左銀軍港 代表美國也不會信任你這個中華民國 以前我是叫你來這邊看管 然後 國中國 共產黨的 管理台灣的 現在你和他 變好朋友啊 我造成我的不信任 所以第二天馬上開進來 TVBS有報一下 然後別的好像都沒有報 就全部拿掉了 沒有這個新聞 他有寫 好像三十年來 美國軍艦第一次回來台灣 下次是軍演也是 有沒有 軍演 7月4號 有沒有 漢光演習7月4號 他是美軍跟台灣的 有沒有 對不對 五十兩旅 五十兩旅 對啊 為什麼選7月4號 各位猜一下 以前都是大部分都是 我問過那些軍官 有參加民進的他們說 以前都是大部分都是在9月份 漢光演習那種大演習的時候 9月份 這次獨獨這次辦是辦7月4號 為什麼 7月4號是什麼日子 美國國慶日 對 你要辦什麼大活動的時候 不可能會隨便挑個日子 一定會有一個象徵性的日子 獨獨這次7月4號是美國國慶日 然後之前網路新聞就在講 美國的軍官啊 武官什麼 都有在那個 那個台上 你知道齁 司令台上面 還大方的坐在那裡 給你們看 對啊 有沒有 7月4號 又美國軍官有在那邊 中華民國新聞 他就只報一個漢光演習 然後隨便報一報而已 對吧 對啊 7月4號美國國慶日 美國國慶日 7月4號 所以很 一個邏輯啊 反正 一個國家在辦大型的活動的時候 不可能是隨便挑日子的 不可能隨便挑 講到這裡 各位沒有什麼問題 我們強調就是 美國軍事佔領台灣 其實民進黨他們都知道 你像選舉 他們都要去美國 什麼都要去美國 為什麼他們都不告訴你們 為什麼要去美國 為什麼 這樣各位有沒有還可以 台灣民眾是詐騙嗎 應該不是了吧 應該不是詐騙了 已經那麼多年了 已經那麼多年了 如果有的話 也會有人來關心 對不對 對啊 你像我們 今年2月28 二次控美案 中華民國新聞也是封鎖啊 在美國 二度控美 也是封鎖啊 什麼都封鎖的 我給各位看一個影片 一個中國政策 裡面講的就是 全世界 韓志明平現在搞清楚 全世界就一個中國 絕對沒有中華民國啦 對 中華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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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 我們 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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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don the agenda poner on down to the cost testifying before the hou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mmittee on april twenty-first 2004 assistantsecretary of state for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James kelly was asked to explain the underlying rationale for the one china policy he was unable to do so Unfortunately, from 2004 to the present, no U.S. State Department officials have offered any further detailed remarks on this important issue. This is very puzzling to many people. In fact, the U.S. Executive Branch's insistence on one China can only be explained by reference to a branch of international law, which is largely unknown to most civilians. That is, the laws of war and their subset, the laws of occupation. With no knowledge of this branch of law, most persons assume that the dispute over two Chinas arose due to the Chinese Civil War of the 1940s. However, this conceptualization of the subject is in error. More accurately, the Taiwan question must be understood as an issue left over from World War II in the Pacific. Looking back at the history of World War II, many of the so-called China experts seem to acquiesce to the idea that Chiang Kai-shek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could defin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October 25, 1945, Japanese surrender ceremonies in Taiwan any way he wanted. At those ceremonies, CKS military officers said that the sovereignty of Taiwan now belonged to China and proclaimed Taiwan Retrocession Day. Under the laws of war, however, which include the Geneva Conventions, Hague Conventions, and other established international precedent, such an explanation is impossible. The surrender ceremonies only mark the beginning of the military occupation. The conqueror has the right, and indeed the obligation, to conduct the military occupation of conquered territory. To delineate any transfer of territorial sovereignty, a formal peace treaty is necessary. All military attacks, or at least 99.5% against Taiwan in the World War II period, were made by U.S. military forces. But General MacArthur delegated the administrative authority for the occupation to the Chinese nationalists under CKS. Japanese sovereignty continued after October 1945, since the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did not come into effect until April 28, 1952. Notably, the SFPT designates the USA as the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 With the above information, we can quickly make three important observations. First, beginning October 25, 1945, the ROC was only exercising delegated administrative authority for the military occupation of Taiwan. Second, in December 1949, when the ROC moved its central government to occupied Taiwan, it was moving outside of Chinese national territory. Third, with the coming into force of the peace treaty in 1952, the Allies have disbanded. However, the United States, i.e. the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 has assented tacitly or otherwise to pre-existing arrangements for continuing the military occupation of Taiwan. In other words, the ROC is serving as a proxy occupation force for the USA, in addition to maintaining its status as a government in exile. At this point, two questions may be asked. Number one, is Taiwan a part of the ROC? Number two, is Taiwan a part of the PRC? In fact, the U.S. executive branch has never recognized the forcible incorporation of Taiwan into the territor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ence, the answer to these two questions should be very clear. Relevant documentation is as follows. Taiwan is not part of the ROC. In the case of Sheung v. Rogers, D.C. Circuit, October 6, 1959, quoting from official pronouncement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he judges held that the provisional capital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has been at Taipei, Taiwan since December 1949, that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exercises authority over the island, that the sovereignty of Formosa has not been transferred to China, and that Formosa is not a part of China as a country, at least not as yet, and not until and unless appropriate treaties are hereafter entered into. Formosa may be said to be a territory or an area occupied and administered by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but it is not officially recognized as being a par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is not part of the PRC. In the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port, China-Taiwan, Evolution of the One China Policy, Dated July 9, 2007, the following points were made. One, the United States did not explicitly state the sovereign status of Taiwan in the three U.S. PRC Joint Communiques of 1972, 1979, and 1982. Two, the United States acknowledged the one-China position of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Three, U.S. policy has not recognized the PRC's sovereignty over Taiwan. Four, U.S. policy has not recognized Taiwan as a sovereign country. And five, U.S. policy has considered Taiwan's status as undetermined. In conclusio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ounded October 1, 1949, in Beijing, is the sole legitimate government of China. Taiwan does not belong to China, nor is it an independent entity. Taiwan is an occupied terri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oes this mean that Taiwan belongs to the United States? The answer is no. Taiwan's legal status is a type of quasi-USA trusteeship under military government within the U.S. insular law framework. Hopefully, U.S. executive branch officials can be more precise in explaining the underlying rationale behind the one-China policy in the near future. It was its apprentice to the UNI naïmer. I would talk to you soon. On this call, I got to read the UNIRA이었 this time varies by 64 per minute. Hope youlet me know that I can get away by the UNIRA. ¿Seños no. You know what? From it particularlyолет has an identity to do It was on the wake of the UNIRA78C passed. Do you respond我不發 went from home and said to NASA towards China? And I am online so GLAW When you ever get into it, Superintendent will feel free to the UNIRAA space, 好 謝謝 這樣各位有沒有很清楚 全世界就是一個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講到這裡 各位對中華民國還有什麼那個嗎 還會存在說 還在嗎 你說這裡喔 軍事佔領地 誰不承認 主權 應該這樣講 在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美國轟炸台灣 日本退後 他來這邊佔領 那時候沒有說要給 因為那時候 這塊土地是日本天皇的時候 他也不能講說 比如說我佔領也不能說給誰 他沒有說 怎麼講 中戰或者什麼的 就是這樣 他都點點就對了 就一樣我打贏了 但是我沒有講說這塊土地是 美國軍事佔領台灣 剛剛有講的 究竟戰民條約 講得很清楚 23條A 他裡面沒有講23條A 你們可以去看 究竟戰民條約 就是 第23條A 裡面有講 但是我們 中華民國在教我們的時候 他沒有讓你們知道裡面的內容 對不對 你們只知道這一個條約 台灣的主要佔領全 台灣的主要佔領全國是美國 這樣子 軍事不得永久佔領 在國際法上 他佔領台灣 但他不得永久佔領 他必須在當地 像伊拉克 最近是伊拉克 美國打印了 他打印了 但是他沒有叫伊拉克人 當他的美國兵 我們台灣人卻當中華民國的兵 他戰後他必須要在當地 協助本土的 比如說伊拉克人 或者是台灣人 成立一個民政府 然後扶植以後 接政 然後軍事佔領 他必須要離開 他不得永久佔領 因為主權問題 他不能永久佔領 他必須協助以後 成熟以後 他就離開 然後我們台灣 自己管理自己 是這樣子 所以台灣民政府 是依照國際法理 國際戰爭法 裡面一個民政府 是照國際法的 是這樣子 這樣各位有沒有什麼問題 我給各位看第二個影片 就我們在美國 我們女長夫人在美國 在國際記者俱樂部 有開記者會 國際記者會 但是全部都是封鎖的喔 太陽花學運 他們在去美國 國際記者俱樂部 開記者會的時候 他們有新聞有報喔 但是我們的記者會 全部封鎖 當時的網路新聞 有1800萬的點閱率 但是台灣全部被封鎖的 小燦麻煩一下 那個夫人的那個 美國記者俱樂部 這個應該你們都沒看過了 對 我會在看 重新的女士 雲 然後我會轉 過她 所以 女士 她在台灣 她在台灣 她生產生 她的家人 她是有些震驚的 她是 她的大陸 是 從她的孝領 她的孝順 她她每次都會 相互相親 人的 一天 她想要更多 the justice for the taiwanese people after she married dr roger lin she became a volunteer to fight for human rights for the people of taiwan over the past sixty years the inhabitants of taiwan were in political purgatory they have lived without any uniformly recognized government and nationality she refuses to continually endure the roc's unfair treatments that the people of taiwan have been suffering from after world war two this time mrs julian lin and her husband together sue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order to relieve taiwan from the regime violating the human rights eventually the goal is to achieve the normalization of the taiwan international status may please introduce mrs julian lin good morning ladies gentlemen my name is julian lin it is my honor to make this brief remarks to you and all the world on behalf of myself my husband dr roger lin and the 30,000 members of the taiwan civil government which filed a lawsuit for occur for a declaratory judgment on february 27 2015 in the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for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our lawsuit was filed here in washington when it was february 28th in taiwan that day is the national day of mourning and the remembrance by the people of taiwan of what is is known as the 228 incident or 228 massacre beginning on february 27th 1947 taiwanese protesters were violently suppressed by the kmt-led republic of china when the killing began on february 28th many thousands of civilians lay day this is how the kmt's white terror period in taiwan begun a period in which thousands more disappeared the 228 massacre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nd personal events in our modern taiwanese history when my husband friends my co-workers and i think of these events of the past we think of also of our present when we think of our desire to no longer be in 1946 the rlc nationality decrees imposed upon the people of taiwan without the consent of the people of taiwan a nationalit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is is a nationality that's the he never offered the people of taiwan and internationally accepted nationality we seek a declaration that the nationality decrees of 1946 violated international law illegally depriving the plaintiffs of a recognized nationality we seek a declaration that the nationality decrees of 1946 were delivered and enforced without the authority of the united states we seek a declaration that the nationality decrees of 1946 stripping the people of taiwan of their japanese nationality and imposing a nationality of roc are invalid our fight is the district court here in washington dc is about degrees that were enacted decades ago that violated international law and have affected our lives every day ever since on a human level this lawsuit is about the personal identities of my friends and family my co-workers and organizations members and all the people of taiwan in this world we do not have a nationality that affords us the same basic privileges as most of the citizens of this world we do not have a nationality that we or our parents or grandparents were able to have a say in imagine that going to bay with one nationality and the waking up with a new one being told no you cannot keep your home and the identity you once had being told no this new identity that you never asked for never agreed to is not settled cannot be settled anytime soon being told nearly everyone else in this world may have a nationality that allows him or her the opportunity to travel freely and then to come home and to belong but you cannot there is the basic sense of not belonging completely anywhere and we have lived with this now for generations it is frustrating and the pain for to know that we are in this situation because of a decision made so many years ago to change in entire population's national identity overnight it is frustrating and painful to know that we have international rights that are supposed to protect us and our families and that the decision to take away an entire population's nationality has been allowed to stand to hold us for so many years these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s are very important to us and i will lead you now just one of them as it is written article 15 of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states first 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a nationality second no one should be arbitrarily deprived of his nationality nor denied the right to change his nationality i am proud to stand here today and represent our fight to invalidate these nationality degrees i am proud to stand here today and represent our fight to exercise our right of self-determination to determine for ourselves and our national identity is there are many wrongs many many tragedies of the past which may cause us pain even today but which we cannot undo the nationality degrees of 1946 are a real kind of wrong injustice which we believe can be undone we intend now to fight to undo them 神al 小泽 麻煩一下那個5點 判決的5點有嗎 這個是我們在228 台灣時間2月18 提出告訴我們身份在美國 民務長夫人 跟我們台灣民眾的同心 去那邊開了記者會 這是在國際記者俱樂部 這個記者俱樂部 很多人權或是什麼 都會在這邊開 包括太陽化學院那些 什麼陳維庭 他們也在這邊開 他們開的時候 都沒有這種 像我們都是 我們這邊的記者都是 黃頭髮的 都是外國記者 他們都是黑頭髮的 他們開回來就在台灣那邊傳播 他們要求是什麼 兩個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中華民國 剛民務長夫人講的 剛那個是我們的民務長夫人 台灣人沒有國籍 2009年4月7號 聯邦高等法院案號 判決這五點 台灣人沒有國籍 現在台灣人沒有國籍 你們的中華民國不是你們國籍 你們的國籍怎麼來的 中華民國國籍怎麼來的 是中華民國把你們改的 你像外籍新娘來到台灣 印尼越南中國 哪一個國家都一樣 飛地邊什麼都一樣 他拿到台灣以後 他是拿居留證 然後三年 然後住滿多久 他就可以申請 是自願 國籍你要申請國籍你是自願自動合法性的 依照國際法人權來講 你要自願自動 不可能我要把你印冠上去 印加上去 比如說我把你變成台灣人 你明明不要嘛 但是你 我就把你變成中華民國籍 請問有經過你們任何人的同意嗎 沒有啊 你像 比如說你們 年長的他們就知道啊 他們 突然來就變成中華民國身份證啊 用行政 194年用行政命令把 中華民國用行政命令把你們全部改啊 但是沒有經過全體台灣人的同意啊 所以 這是 我們 今年 2月28提告的時候 我們就 用最簡單的方式 這個 台灣人沒有國籍 我們國籍被中華民國改了 對啊 要拿回我們的國籍 現在中華民國跟美國也回復啦 對啊 也回復這些內容 他們回答的法院好像不大 答非所問 說 因為我們站的是國際法理 台灣人的國籍突然被中華民國改了 你有什麼要回的嗎 本土台灣人沒有國籍承認的政府 中華民國不是我們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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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當時 法院判出來這樣 沒有國際承認的政府 本土台灣人仍處於政治煉獄中 政治煉獄就是選舉 選舉 如果我們全部台灣人不去選舉 把那個投票率拉為50% 國際上就會給他壓力 讓他下台 自然就會離開 但是沒辦法 不可能啦 在台灣目前來講 我們盡量但是不可能啦 以這種力量是不可能 民進黨就把你堪掉的 本土票 民進黨就把你們本土台灣人的那個票就控制了 南部就全部他的票 他說一定要選舉 不選舉 國民黨自己執政 你會更害 對不對 其實民進黨也一樣 現在反而是民進黨對我們比較頭痛 因為他本土 國民黨中國人他們知道一定會下台 他們一定要離開 現在反而是民進黨 他招不路 他們本土台灣人 所以很可惡 變成現在是台灣人 在欺騙台灣人 明明他們知道 他們卻不讓你們知道 去把這個中華民國趕走 不在合作 所以民進黨他們 他們來講 你現在問他們 他也講過 中華民國是流亡政府 民進黨高層都知道 蔡同龍太前也講 如果國軍商務兵貼優 你們講得很清楚 所以你選中華民國民黨的票跟民進黨 都一樣 都一樣 配合他們演出而已 然後他們繼續利益訴訟 他們知道 他們說 我一個月僅七八十萬 對不對 薪水那麼高 他怎麼可能靠過來 對不對 我包工程 對不對 他們好過就好了 對啊 表面就在國會演演戲 對不對 對啊 他們知道啦 因為我們有接觸過這些 一些 一些 那個電商的 有的民進黨他們都認識嘛 我們都去介紹民政府 以前民進黨前輩都去介紹 你說 我們知道啊 但是我們還要選紀念 他們有跟你講一句話 我們還要選紀念 選紀念 怎麼有錢 自己會贊助 哇 為了台灣要贊助 沒有 國民黨拿到 你選到他 他會記得你嗎 不會 你如果要幫忙一下 有的還要拿錢 對嗎 有的還要拿錢 去請他幫忙 請問一下 對我們有什麼幫助 沒有啊 說得慘而已 所以台灣人一直很可憐 民務長當時他 把這個法律論數解出來以後 他也覺得哇 台灣人可憐成這樣子 一直被蒙騙的 將近70年 那時候解出來說 60幾年嘛 然後台灣人一直可憐 在這邊在這個 國民黨 控制的範圍內 控制的思維裡面 然後台灣 仍然在 美軍佔領 美國軍事佔領中 美國軍事佔領中 光當台F-58下來 你就可以百分之百確定 是的 F-58 剛剛我們介紹那一個 台灣仍然在美國軍事佔領中 台灣不是國家 你像AIT 跟日本交流協會 他們全部都不是用大使館的名義在台灣 都是一個商業協會 在台灣 所以 法院要求美國的行政單位 應主動協助原告 就是 當時是 林秘書長 協助 美國行政單位協助我們 所以 我們在這邊公開上課啊 公開做什麼做什麼 中華民國不敢動 我們還發車牌 就是 有申請車牌 對不對 我們要求就是 紅白掛在一起 還發身份證 一個國家有另外一個政府在發身份證 這個是挑戰政權 你說美國在自由啦 它不可能 美國政府容許第二個政府 在這邊發身份證 然後公開上課 不可能 那是挑戰美國的政權 對不對 你像我們現在也是啊 這樣子中華民國還不敢怎麼樣 很奇怪 這樣 各位相信台灣民主不是詐騙了吧 不想 應該不是詐騙吧 但是你們來這邊 人家想說 你來這裡洗腦 我這樣子講 其實是 外面的在被中華民國洗腦 我們只是把這個事實告訴各位 台灣只剩下這條路了 各位 所以希望你們 明天下完課 回去 盡量把這個消息傳播出去 我們現在都是靠大家 我們全部都是沒有薪水的 為了台灣 大家在犧牲奉獻 都在台灣一直宣傳 一直發那個宣傳稿 還有開宣傳車 然後在遊行 然後在遊行 我們很多遊行 你們各位知道嗎 我們一直在遊行 大家都是出來幫忙的 主動出錢 不像那個民進黨 或者是什麼 他們要什麼都跟你們募款 募募 去做什麼你們也不知道 我們是大家 為了台灣自己奉獻的 包括我們現在在中央的那些 都是自願性的 像我們的遊行 現在在遊行 一直在宣傳 一直發那個宣傳單 就是為了告知台灣人 美國軍是佔領台灣 還有 美國要處理這個 台灣 這個現在我們民政務告的這個問題 在發行身份證 在發行這個身份證 中華民國是流亡之文 一直在宣傳這個東西 讓台灣人去講 但是很多台灣人 他看到了 看一看而已 那就不斷了 他也麻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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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的 無感 他也想說 你那邊就好了 等到成功 我靠來那個 大家都好過 事實是這樣子 事實是這樣 我們遇到 我們將近快四年 我們遇到情動是這樣子 所以我剛剛講了 會來參加民政府的 就是來上課 有的是一直勾客來 或者是聽到 就有一個兩個是 為了台灣來的 這樣 這樣 就要把中華跟國外走 這樣 這樣 有這種認知的人 他在宣傳民政務的時候 他很用心 他是真的拚全力 在開宣傳車 所以希望各位真的 幫我們推廣一下 盡量推廣 真的 台灣剩下這條路 為了你們年輕的 我也是年輕的 大家一樣 為了以後 真的起來以後 大家都好 OK嗎 你說什麼多少人數 上課的 4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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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訓完成4千人 現在已經快達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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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盡量 各位長輩回去的時候 你盡量找年輕人 你肯定也沒關係 你就叫他來上課 幾個他也上 不像你們現在很多人 當時來三個四個他也上 堅持就上 就是一直堅持到現在 這樣到早 要10千 要10千 快10千了 很不容易 所以現在美國的動作也很多 我們現在228再提告 用這個人 這個是 用這個再告 就讓美國速度快一點 我們因為達到了 我們9月11到17 我們的律師代表團兩位 還有一個我們在美國的 我們民政府的發言人 他會過來我們台灣 他看我們民政府的 所有的狀況 包括我們的人數 所以我們那天會 各周大遊行 他回去要報告 現在已經 結果要成熟了 現在盡量我們要找一些很年輕的 年輕人 快點加入 我們需要年輕人的 年輕這一輩的 人才 其實我們現在年輕人很多 只是年輕人他沒辦法 一直參加我們的活動 因為他要上班 有的要上課 所以我們也體諒他們 那盡量 像我們也很多次從國外回來的 專程回來上完課再飛回去 美國加拿大都有 然後再等下次出幾班再飛回來 再飛回去 所以 你像他們從美國 美國也有意大利的 也有從意大利回來的 也有從意大利回來的 澳洲 紐西蘭都有 專程飛回來上我們的這個課 一家人的也有 所以我們都在台灣 你來上這個課 就坐個車就到了 各位還沒有什麼問題 我們還有五分鐘 有沒有 各位 最重要的兩點 國際法最重要的兩點就是 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 流亡政府不得就地 軍事不得永久佔領 軍事不能移轉主權就對了 你佔領歸佔領 你有一天也要還我 然後流亡政府來到這邊 他不能在在地變成合法的政府 變成我們的政府 所以我們就 以這兩點他一定要離開 跟美國要求控告美國 他一定要離開 是這樣子 達賴喇嘛流亡到印度 他不可能變成印度的合法政府 他也不過在德蘭沙拉而已 那個城市而已 等到有一天他回到西藏的時候 他才是一個合法政府 就他大而已 對啊 對 是這樣子 那哪輩子 我們如果要申請到合法的國際的話 起來那個 就是現在講的迷政 這樣子 對啊 我們依照 申請身份證後面有那個 法員有沒有 給我身份證那個 我們依照那個法員 給各位申請的 等一下他找一下那圖片 因為你發 你要做什麼一定會有個法員 不可能說你青菜下下就要補他 有沒有 這個太小了 沒有 我們依照萬國公法 國際戰爭法 究竟商民調約 第二條B 4B 23條A 台灣關係法 美中三個公報 一個中國政策 一個中國政策 代表說 我們承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不是中華民國 對啊 一個中國政策 美國憲法機 美國軍政府管轄下的台灣民眾 醫院所發布的台灣公民權利法 這是本卡 這是我們的台灣民眾的身份證 用這個去發行的 對啊 因為之前上課有人在問他 民進都也可以發 有沒有 他可以變成合法的政府 然後跟美國接啊 不可能 為什麼 中華民國他是登記在 沒有 民進黨 我說民進黨拍誰 更正一下 也有人講啊 民進黨也可以發啊 發完的時候 他也可以發這身份證啊 我說你依據什麼法 你不能 你要發這你有法 不能說依中華民國的憲法再發啊 為什麼中華民進黨他沒辦法去接 因為 中華民進黨他登記在中華民國那邊 你知道 他的登記是在中華民國的 體制下面 他再怎麼變 就是中華民國 他除 他除非他解散 解散 解散 解散後 那你 要發這個卡 你也是要回到這個 因為這個是從美國製作 再寄回來的喔 嘿 當時會先發身份證 每個人剛剛有基本的國籍嘛 所以我們是從基本人權開始 你就一個身份證 你像 外籍新娘他申請 居留 然後他可以申請國籍的時候 申請OK的時候 他是第一個就先發身份證 是這樣子來的 所以我們現在也是 美國要求 台灣人無國籍嘛 我們必須要先發行台灣的身份證 這個不是中華民國 剛剛給你們看那個中華民國的身份證 那是假的 那不是我們的身份證 各位了解嗎 基本的人權一個身份證 對啊 這樣子 所以民進黨他要 他要 他要 接是百分之不可能啦 你美國如果給他接 對不起 你又等於中華民國了 民進黨 他也是拿中華民國身份證 對不對 你給他接不是 有給流氓政府的嗎 所以 不是都一樣嗎 中華民國國民黨跟中華民國民進黨 一樣啊 都等於他 所以很多人講說 民進黨他 本土台灣的民意 票源很多 對不起齁 這個土地是軍事占領地 不是用民意去解決的 不是民意 對啊 這是軍事政府在佔領 軍事的啊 對啊 我們不能選 我們沒有選舉 因為 現在他們所有的選舉都是中華民國在辦的 中華民國辦的 你來選舉就 你民主也是 就是認同他 有沒有 你認同他你才會選他一票啊 對啊 所以我們民政府不配合中華民國民國政府的那個事務 那一票 那一票 蛤 那我不敢講 我們是不選舉的啦 我們不選舉 對啊 放棄啊 對啊 你不選而已啊 沒有選而已啊 你不去選而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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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選而已啊 我也不選舉的啊 沒有改 怎麼樣 沒有改就沒有改啊 就沒有選啊 對啊 但是你們去選舉 就是持中華民國的支持人去選舉 你就認同他這個政權 繼續留在台灣 找他台灣人 說句話比較就是這樣 那我們今天上課到這裡 謝謝大家